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跟暖暖区议员共同会刊暖暖区公所楼上的礼堂 市长视察现场的环境后认为非常适合来规划作为室内的儿童乐园 参与的市议员也都非常期待能够早日实现 这边的整个设备包括电梯 过去明信院跟我分享了一些 他曾经这个电梯的经验 电梯的安全性跟稳定性非常重要 但主要的目的是我们今天来看 现在位于暖暖区公所顶楼五楼大礼堂的这个地方 未来这个就是我们暖暖室内儿童乐园的预定地 那感谢议员的支持我们的追加预算通过了 所以我们有预算来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来把它翻成像信义室内儿童乐园这样子的一个 中型的一个室内儿童的乐园的邮居的地方 那我们刚刚就在讨论 那希望我们在几个月以后吧 就可以从现在空旷的一个地方 变成一个暖暖区孩子们最爱的一个场所 那感谢各位议员在预算上的支持 很感谢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暖暖室内游戏场要开幕了 然后因为随着说暖暖区户外领地的空间 游聚越来越少 那我们是真的很需要有一个室内好玩有趣的游戏空间 可以让孩子成长跟体验 那我们很期待 然后也很希望说 基隆市的友爱城市可以真的发展成儿童友爱 邻里公园跟室内游戏场都好玩的地方 很期待这件事情的实践 感谢市长 那在我们暖暖区公所的五楼礼堂 预计要来设为这个暖暖区的儿童室内乐园 那我们也是热建骑乘 那也是希望说这个未来整个动线的规划 包含这个刚才的电梯 那因为曾经我就被卡在电梯过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电梯 不要因为电梯坏掉或故障 然后让大家就对于这个儿童新的室内的乐园 就是大家有一个折扣 或是印象不佳 那我们希望未来这个设置完成立之后呢 会是一个孩子们的一个天堂 不然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活动 其实我们都办在定乡里面会堂 考量到就是因为区公所的这个相对老旧 然后跟电梯的这个设备也比较老旧 容易故障 所以说我们很多活动都办在定乡里面会堂 那我们希望说 借由这一次的儿童室内的乐园 整个整修之后呢 那可以从整个电梯 整个区公所的行政中心的大楼来做一个改善 那未来最终 我们还是说希望说这个整个新的行政中心 可以做一个全面的更新改建 这是我在当地议员第一屆就开始推的这个议题 我们未来会持续来推 恩典议员一直非常重视我们孩子的游戏权 那市长也一直贯彻这个亚洲最有爱城市的理念 一直在执行彻底 那么期待我们在暖暖区 多一个孩子的放电活动的空间 那么大家大人小孩一起来体验 打造基隆市内儿童乐园 希望让孩子们在酷热的夏天或是湿冷的冬天 都能不受天气的影响 尽情在市内儿童乐园玩乐 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